原标题,印度加征的关税要来了,美国农民心理苦参考消息往1月3日报道印媒称,根据美国最新的国会报告指出, 印度对包括苹果、扁桃人和扁斗在内的美国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计划,将对美国近9亿美元的出口额造成负面影响。 去印度经济时报网站1月2日报道,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去年12月31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,针对特朗普政府2018年早些时候,对从印度进口的钢铁和绿加针关税, 印度谣言要对美国的一些农产品和食品征收报复性关税,征收这些关税的日期已被多次推迟,目前这些关税定于2019年1月31日生效。 国会研究服务部说,预计被加征关税的美国产品,在2017年的出口额为8.57亿美元,在美国对印度农业出口总额的54%,尤其是美国饼桃人种植者, 印度征收关税的计划一旦生效,他们可以感受到这些关税所产生的影响。 2017年,印度购买了9700万美元的美国苹果,占美国苹果出口总额的10%,是美国苹果出口的第三大目的地。 国会研究服务部说,印度政府提议在2019年1月31日对境后的美国苹果丁收30%的报复性关税。 报道称,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,是美国国会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, 它定期就各种问题撰写报告,为议员们做决定时,提供参考意见。 特朗普政府,2018年3月为保护美国钢铁和铝生产商,而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丁收重税,这一举动也发了全球担忧。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在其报告,对美国出口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概况与影响中说, 从那以后,超过800种美国食品和农产品,受到全球各大经济体加征关税的影响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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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